电影方面由赵薇导演的新戏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今天上映 近来屡创佳继的国产电影这次表现会如何呢 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赵薇对这部戏倾注了全部新鲜 正是由于精益求精 片中的两位男主角可是吃了不少苦 陈肖正跟郑薇两个人分手了一场戏 我们整个晚上都在疯狂地哭 赵薇就一直说 还有没有 还可以再来一条 没一场戏他大伙都翻了一条 不包手 大家都是这样 而在赵薇的调教下 杭庚和赵又廷这两位行男改头换面 在之前发布的预告片中 两人都变了一身吐气 而这些不时髦的造型 原来都是两位主演主动要求设计的 那这个人物呢 我觉得希望让他更有特点 就更融合这个电影 我的内在跟陈舅舅 可能相差很大 所以我从内在里面得不到太多的动力或能量 所以我更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提醒我自己 虽然造型上不够鲜亮 但这并不会影响两位男主角的魅力 电影中赵又廷饰演的陈肖正和韩庚饰演的林静 共同追求女主角郑薇 两人之间的较劲是最大的探点之一 我当然是谁要这样 对 我有私心 我觉得她是情话 她就爱情话 后来就说话挺稳当的